近在運通 欢迎主持人收看 《稳超胜见》节目 目前为止大盘下跌12点 加权指数的话 大概在所谓的8500 89点附近 今天是礼拜五 投资人对于这个大盘的看法 我相信是两极化的 你至少有听到说 现在美股 所谓升息的一个态度 目前为止可能已经趋缓了 也就是第四季的话 要看到所谓升息的一个效益的话 可能你看到的机会非常渺茫 这个就由于美国目前为止 经济它的数据是不如预期的 当然目前为止 我们从所谓上个礼拜 外资的一个热钱涌入 包含我们看到现货跟期货的部分的话 目前为止都是偏向于 在所谓的多方 那既然是偏向于多方的话 代表目前为止 这个多方的格局 并还没有走完的同时 那你之前跟了严老师 在低档布局的 我相信在近期以来的操作 是会帮你做到一个所谓的低买 高卖的一个所谓的操作 那如果说这个加薪指数 涨到涨不动的同时 我相信顺势操作 这个是所谓的趋势所来的 那我一样可能会带各位去做出一个短空的一个操作 这个就是说多空双向 其实我们都是顺着趋势来做出一个操作 好 先来看一下今天大盘的一个方向 今天早上的一个大盘 在早上9点5分到9点15分 好 我们都是利用三盘来定所谓的多空 这个开盘八法告诉我们 早上有三盘包含9点5分 10分 15分 这三盘的话代表多空的一个力道 那今天开出来的盘它叫做一高压力 一高压力的话 我们按照开盘八法来讲的话 最少有两种盘式 第一种盘式在这个地方 它是出现在所谓的多方式的 那我们把这个指挥棒往下面移 我们看到这边的这个一点高盘 是属于空方式的 那多方式跟空方式到底差别在什么地方 我今天利用点时间跟各位讲 也就是一点高盘 你看到时间的转折 看到时间的转折有过高的同时 只要是多方式的话 有超过早上的一个所谓上涨 9点5分的一个结算价就可以了 这个叫做所谓的多方控盘 那如果说你看到空方控盘的时候 你就必须要了解喔 空方控盘的时候 这个多方的力量 必须要多出一点的时候 这个地方你就要看 同样是时间转折 它就是要以所谓的突破平盘以上7点 这个7点非常重要喔 也就是说这个多空判别的一个依据 那早上开盘我们是看到这个东西嘛 当天9点5分开出来又压回 第二波的拉抬有过高 那今天尾盘要做出个拉抬的机会 应该会比较大 这个就是说我们利用每天 开盘八法 八法十二世 里面的盘法新法 累积到所谓的经验值 来跟各位来做出个说明 我相信当天的一个盘式也好 你一定要有方法去做出个判别 包含股票在内 那先来看到严老师对大盘的一个看法 这个大盘目前为止 我相信你们都学过技术分析啦 你告诉严老师 目前为止你有看到空方的一个形态吗 还是说他创新高了以后啊 就是一个空方的形态 目前为止这个跳空缺口 还没有封闭之前啊 都是属于多方啦 就算在下个礼拜有封闭这个缺口 在这个地方也没有跌破的同时啊 老师认为啊 目前为止还是多方 原因在什么地方 龙头指标股来 联电 两天外资都是站在买方 两天外资都是站在买方 你包含看到的大量能股票 包含LED的股票 近期都在大涨 两个族群互相在轮动的同时啊 这就代表轮动轮涨 就是一个大盘往上的一个趋势啊 这个往上趋势没有结束之前的话 我相信老师一样会带领我们的会员 来做到一个多单操作 那我们来看一下盘面上面 到底有哪一些股票 它是属于一个重点股的 第一档股票代号 来1723的来中炭 中炭昨天拉到涨停板 今天持续创高 在这个地方叫发动点 这个发动点啊 你要好好的去做出个掌握 那今天当然是属于一个跳空大涨的模式啊 持续上攻 那我们看到所谓17类喔 化工类股的一个现行啊 这个叫做多头嘛 多头的一个格局有没有改变 并没有改变喔 所以化工类股的话 你要注意到1723的 来这档股票叫中炭 它就是一档指标性值的股票 你能够掌握到一个关键性的买点 这后面的一个大涨喔 可能啊各位啊 就有机会参与啦 那这个是昨天代号1723的中炭 来 我相信我在节目里面 已经有跟各位讲过了 那这个叫做今天的一个中炭 那两天来对照一下你就知道了 这个股价具有连续性的同时啊 这股价也就是呈现一个多方格局 有所谓的多方表态的意义啊 那太阳年族群老师之前跟各位讲过 哪一档股票 来3691的朔和啦 朔和在今天的股仗一样 上涨7块钱股价一样持续创新高 好股价一样创新高 法人大买的代号6244的 来这档股票叫茂迪 好目前为止一样呈现一个多方的格局 好今天大涨的看到5483的 来这档股票叫中美金 好那一样大涨 好那我们手中的股票 代号6443的 来这档股票叫元金 日K连世红 底部红三冰 好正式成立 好后面该怎么操作 我相信你是老师会员 你都很清楚啦 来今天的元金啊 来创新高 但是老师必须要跟你讲 我们节目里面有没有事先讲 好有事先讲 有没有事先预告 好我们就拿这档股票来当例子 这个是之前老师在节目里面 跟各位公开讲的 这档股票代号6264 43的元金 也没有跟你贴黄帖子 好为什么 老师要拿这档股票 跟你来验证 我们啊 这个所谓啊 买进的一个实力 那你这档股票 你就是用旁边用看的 那如果说你 是老师会员的话 就麻烦你按照简讯喔 好我们简讯里面 对这档股票 应该都有所交代了 那什么时候该买 你这个地方 来导播拉近 这个K线图里面 能不能去做出个判别 这个对你来而言的话 非常重要喔 在这个地方有没有判断 有没有办法去判断 这档股票日后会大涨 这就是基督线型 告诉你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法则 掌握到一些 阴阳K线的一个奥义的话 我相信这档股票 你就能够掌握 说这档股票 当时候我们为什么 要去做出个买进的动作 那这张图卡 也都是事先跟各位讲的 让各位来验证 这是昨天的一个元经 好创波段新高 那你看到今天的元经 也是一样 再创波段新高 好创波段新高 第一个你要看到筹码面 第二个你要看到这个题材 他是做所谓的高效电池的 高效电池的部分 目前为止 这个能源的转换力 就是以17% 来做出一个分界线 那只要这个转换力 超过17%的话 就称为高效 那之前老式的可能都是低于17%的话 它这个转换的效率比较差的同时 在所谓的太阳能 第二代的一个新型电池里面 目前为止即将要问世的同时 那这个所谓的产业的一个淘汰 面临到非常残酷 做高效电池后面有没有机会 你要去想这个问题 那业绩有没有成长 包含未来的展望 你都要去做出一个非常准确的一个研判 那当然老师现在跟你验证过了 那后面的简讯我们就不会在节目里面 再跟各位讲 因为这个都是所谓的会员的权益 那会员的权益的话 我们就要把它保护起来 我相信这是对会员的一个尊重 那第二档股票3374的精彩 今天是下跌 下跌1.45 这个股价建高档之后 开始拉回修正 开始拉回修正 老师今天要问你一句话 那千万不要看着我们电视来操作股票 因为老师出了 老师如果出了 我们也不会在节目里面公开跟各位讲 这个也就是说 有些投资朋友们 可能喜欢看电视 来操作股票 这张股票 我们之前是从底部请各位去布局 绝对不是高档区 请各位用追的 我先讲 我们操作的一个理念不会改变 我们就希望我们的会员 能够在底部布局的 唯有在底部布局大波段操作 两个月三个月四个月的操作 只要确定它是多方格局的话 老师都认为 任何一档股票你都有机会赚到钱 那记住严老师跟你讲的 千万不是看电视去操作股票 那时间点的话 回到八月份的这一天 这个发动点非常重要 你能不能够掌握这个发动点 那当天的涨幅10% 老师也不知道 你能不能赚到钱 但是后面的趋势 如果没有改变的话 他可能就有机会 再度的拉到涨停板 创新高了 那富爸爸的效益 我相信你持续在验证老师这档股票 你可能赚不到钱 你必须要有行动 你的行动来自于底部布局 两根停板之后创新高 后面还在大涨 甚至老师的节目你常常看的话 你应该很清楚这支股票 12号拉到第三根涨停板 这时候很多人就在讲这档股票 富爸爸效益 包含危机封装 包含苹果的一个概念 那后面生物辨识 也有机会跟物联网 跟穿戴式的商机 来做出个结合 那我相信 这个都是马后炮了 没有事先布局 没有事先卖 不是说今天 从底部开始 三根涨停板30%了 才拿出来讲 我认为意义性是不大 那这档股票 我们现在公布我们的 之前的操作 以后这档股票 我们就不会再公布了 所以说这档股票 你有问题的 你今天一样 可以打电话进来问 这是8月14号 所有的买卖 麻烦各位 要拿出证据来 证据会讲话 我们的简讯也会讲话 这是第一次的操作 那第二次的操作 一样 我们都拿证据给你看 我们不会空口说白话 那掌停板老师也是恭喜你嘛 来 导播拉近 12号的时候 掌停板老师也是叫你吃股虚报 为什么要吃股虚报 因为后面还在大涨 这一天也是差一点 拉到掌停板 差两档拉到掌停板 隔天还有新高 那今天的拉回 我们有没有避开 如果说你是做价差操作的 我相信这个价差 对各位而言的话 非常重要 非常非常重要 操作上面一定要讲技巧 一定要讲方法 不是看电视 哇老师这支 好像不错 我们来买看看 绝对不是这样子 老师也不鼓励 这个所谓的证件法规 里面都有规定 不要对不特定的人 讲到一档股票 这样子 那我们一样诚实的 在昨天 这档股票 我们做了第三次的操作 希望这第三次的操作 先行累计价差 帮助我们的会员 来这个地方 回收资金 我们是获利出场的 回收资金 目前为止三笔单 完全获利出场了 那后面的操作 我们就不会在节目里面公开了 那因应所谓的 第四季的一个大行情 那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布局 后面会大涨的股票 那当然这些股票 老师希望是属于低位阶的 是属于整理形态 刚刚完成的 是你能够接受的 业绩基材 包含基本面 筹码面 老师都帮你 这个过滤过了 希望你买到之后 经过两个月三个月的一个验证 每一个人都能够将 之前输掉的一个财富 在这档股票里面 把它赢回来 那我们推出的是 黄金K线 找买点 利用这档股票 在低档区的同时 整理形态结束了 好我们来做出一个布局的动作 这个形态叫W的形态 老师认为后面 有机会补量上工 基本面给你洗在这边 给你洗在这边 那这档股票如果说要发动的话 颜老师会亲自通知 那今天开放各位 拨打电话进来 让各位来做到个 事先布局的一个动作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更大头顾颜老师 会员三级跳 特会直升VIP VIP直升清代 老师大个大 亲自接听服务 只要二分之一 速下02 27810909 27810909 连大头顾颜分析师 擅长基本面研究 资密完整 共用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 毕竟多次蜿蜒与风投 积极贷子公司 透视基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布局 熟悉大台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进动物足先机 严格风险通管 带进保证代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击效 灵活攻守 是能追求财富路上的 良师义游 任务 智谷尘线 等二 27810909 27810909 你担心瓦斯外线危险吗 教你几个小配包 瓦斯桶放室外 避免日晒 由瓦斯行安全技术人员 近期检查瓦斯配管 使用瓦斯药小心 居家安全 好放心 内政部消防署关心您 台北湾泰索队出现 台北湾泰索队出现 好 近期 排口 ją handwriting 所谓的太阳能族群 包含LED的族群开始大涨 那你今天又看到游戏的族群 开始大涨 只要是属于一个轮动轮涨的格局 这个多方格局就 目前为止就没有改变 那高档区也没有出现所谓的爆量 如果说这个量价结构失衡的话 当然有机会可能会走向空方 但是目前为止 这些所谓的关键性的因素 都没有出现 那投资人比较担心的就是说 这个会不会目前为止 在8600点附近是属于高档区 还是认为说目前为止 这个经济不景气 这个GDP没办法保抑 所以就造成了一个心里面的恐惧 那老师征战这个股市20年来 得到的经验 没有不争气 这个股票市场没有不景气 只有不争气 在大盘大跌或大涨的时候 都能够帮各位创造一个及时的财富 只要你顺着趋势去操作 那这张图卡对各位而言的话非常重要 股票的一个操作你要注意到 这个叫风险 风险到底有多大 风险跟利润去做出个比较 如果说一档股票是在低档区的话 有机会大涨应该利润比较大嘛 那风险性自然而然的 它会比较小 那你现在就要去找风险性小的 后面有大利润的一档股票嘛 那操作的里面你会遇到一个价差 跟所谓的波段 这个价差跟波段该怎么样来看待 也就是说因应投资人的操作的一个习性 可能你们的资金 可能希望做到一个快进快出 这个时候的话你就要注意到 价差操作对你可能比较合适 但是选股的逻辑 你必须要去做出一个更改 那如果说你是比较有耐心的 你的资金比较庞大的 我相信你可能是倾向在所谓的波段操作 但是这些的操作里面 都要回归到你到底行情是看对 还是你看错 那目前为止老师对于行情的看法 有没有看错 我相信我们在节目里面都拿证据给你看 来真的时间回到9月2号 这个地方你敢买吗 这个地方你敢买的话你就是大赢家 你就是一个大赢家 因为加选指数来到所谓的7200点 后面涨到8600点 7200点涨到8600点 来这个价差你自己算一下 这个地方你敢买吗 你敢买你真的就是一个大赢家啦 你真的就是一个大赢家 但是股价建高档之后有个小拉回400点 你必须要避开嘛 所以我们当时候就顺势的去做出个调节嘛 这个就是所谓的低买 高卖的一个操作原则是没有改变的 节目里面老师一直提醒你啊 赢家只有占2% 输家永远占8% 10个人里面的话只有两个人是赢家 你要想成为赢家 绝对不是用嘴巴说说的 你必须要做对动作 你必须要看对行情 这两个是一体的 如果说你做错的动作 看错的行情 你说你会赚到钱 老师也不相信 好举这档股票 代号3374的精彩 这档股票你有没有看对 有啦 因为近期创新高嘛 那你有没有做对动作 这两个是一体的啦 做对动作 看对股票 你可能有机会啊 你在底部区啊 你就开始进场了 你可能啊这档股票啊 你持续的续报啊 来到三根涨停板 你还在认为说这档股票还会在大涨 但是老师必须要提醒你啊 低买高卖 这个原则不会改变 我们先行做到第一次 稳健获利入带 再做到第二次 一个稳健获利入带 当股价创新高的同时 严老师的简讯一定会告诉你 我们一定要做第三次的动作 经过这一二三 三次的动作之后的话 我相信你的财富啊 已经开始累积了 老师慢慢慢慢的帮你累积财富啊 等到挑选到一档黑马股标马股的时候 我们就会实行一个重压 那这档太阳能高效电池的 我相信在节目里面也别有跟你遮遮掩掩啊 老师就是要跟你验证 你对于阴阳K线的一个看法 你认为在这个地方 到底是不是关键性的买点 那直接打开来跟你验证啊 后面的简讯我们就不会公布了 后面的操作我们绝对不会在节目里面公布了 这是我们对于会员的一个承诺啦 那这档股票 买了之后嘛 来持续创新高 到今天为止也是一样 6443的来 元金也是一样 今天一样 股价最高来到15.45 一样创新高 老师有没有事先讲 有啦 你要注意啦 真的真的你要注意啦 要注意一下这档股票 后面该怎么样来操作 这才是重点 那2498宏达店最近很强 上涨了 今天上涨2.3元 这档股票你要留意啊 它走的是什么 嘎空单 嘎空单的行情 只要空单回补以后啊 像宏达店的话 这个股票 这档股票走势可能就结束了 所以说你要注意到筹码面的一个变化 但是另外一档股票 3673的TPK 那有人问老师老师 这个地方为什么涨不起来 为什么涨上来以后就面临到压力 面临压力以后就开始下跌 然后在这个底部区啊 K棒的形态好像都很难去判别 这档股票的话你要看到所谓的筹码面啊 融资的一个变化 目前为止低档区啊 股价在下跌的同时啊 它融资目前为止大幅增加 代表筹码面非常乱 非常乱 这个时候的话要大涨是不可能啦 机会非常渺茫啦 但是鸿搭店就不一样啦 鸿搭店的话它是走所谓的嘎工单的行情 所以说每一种股票的一个判别啊 你要认真的去做出一个研办 举一档股票好了 来代号6415的FCD这档股票 那这档股票 我们先公布第一次啦 我们9月份的一个操作好了 这个要做价差啦 先行做价差 那这一天老师有提醒你啊 你要看到外资 这档股票你要看外资 大老板是外资你就要看外资 趋势怎么样 那外资到底是买超还是卖超 这个抽码面的变化牵扯到 你操作这档股票 所以每一档股票股性不一样 同时啊你就要留意到 那这档股票不是第一次跟你说了啦 真的时间啊真的 4月份操作两次啦 5月份也一样操作两次 包含6月份 后面的简讯我们真的 就不会在节目里面公开的 那颜老师希望每一个会员也好 每一个新进的一个会员 那目前为止的话 我们要做两个动作 第一个持股集中啊 你的持股就是三档以内 你不是买了一大堆的股票 到时候的话 要卖的时候的话 你会非常的召集啊 所以说老师在节目里面 一直跟各位讲喔 我们操作原则 不会跟各位变来变去 每天跟各位变来变去 你参加颜老师 我跟你讲 你的简讯里面 就只能够收到三档股票 每一档股票都有认证嘛 代进代出 颜色停力停损 你能够接受的 你就打电话进来 实际的绩效 要跟各位讲 有虚伪有造假的话 可以申请退费嘛 那选股的话 注重基本面 技术面 跟所谓的筹码面 我们会在低档区 来做出个布局的动作 那目前为止这档股票 GEO的龙头股 它具有所谓的业绩成长 包含所谓的商机 目前为止都在福建 基督形态方面的话 已经整理结束了 这个地方如果说 整理结束的时候 一定有个发动点 那我们就会买在这个 所谓的发动点 我希望这档股票 目前为止还没有涨的同时 每一个人 都要好好的把握机会 跟上袁老师 专业操作的一个脚步 但是这档股票 你要记得 我们要利用 两个月三个月的时间 来证明这档股票 当时我们底部布局是对的 那今天老师开放这档股票 请各位拨电话进来 直接办好手续以后 跟我们助理来做出个联络 我们明天见 本服务公司 与所推荐飞机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随胜贫乎并自负投资风险 进行第一步 在最后的自由奖断 开达是吧 那是 大明星期主动 最后的自由奖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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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步都很乐 这次小资本 直升VIP VIP直升清代 老师大个大 亲自接听服务 只要二分之一 速加02 2781 0909 2781 0909 连达头部 延分医师 擅长基本面研究 紫密完整 公有20年丰富的股市经验 毕竟多次蜿蜒与风头 积极贷死公司 透视基本面 带领会员领先部局 熟悉大栏结构 掌握台股走势 产业深度研究 前进动物主先机 严格风险控管 带进保证代出 集中火力 快速累积击效 灵活攻守 是您追求财富路上的 良师欲友 并且鼓制鼓声线 02 2781 0909 2781 0909 提出 福尔诞 孟静 符合蒸 525分钟 625分钟 冲刷 1g9 325分钟 526分钟 625分钟 235分钟 825分钟 425分钟 7分钟 425分钟 425分钟 425分钟